主料,低粉80克,鸡蛋4个,汤50克,牛奶50克,玉米油50克,主料,蓝莓酱,盐,白醋2毫升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将蛋清蛋白分离,把蛋黄打散,慢慢加入玉米油,边加边拌匀,成稠状液体,加入牛奶和过筛的面粉,搅打均匀,无颗粒备用,在白中加少许盐,几滴白醋, 糖分三次加入,导致硬性发泡,在蛋黄糊中切入1%的蛋白,以烧下半半的方法,搅拌均匀,不要画圈,将饭好的蛋糊倒回蛋白中,再次以烧下半半的方法,搅拌均匀,倒入浮了油脂的烤盘中,用力震住气泡,烤箱预热,170度10分钟,160度10分钟出炉,倒扣放至不烫手后撕去油脂, 白面抹上蓝莓酱,轻轻卷紧包起,放冰箱冷藏30分钟以上,切断就可以吃了,烹饪技巧,里面可换其他果酱或加入打包的奶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